在疫情的当下,医护人员以及志工在医疗机构所投入的精神和时间相当长 体力的负担也相当的大 张怀文议员以及服务处主任林品阳 特地来到门罗医院受奉分院赠送营养补给品 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在疫情的当下,医护人员忙着防疫工作,体力耗损相当大 先议员张怀文服务处了解医护人员在工作之余 体力的恢复是需要被支持 因此特别募集营养品 提供给门罗医院受奉分院护理人员以及志工营用 首先要谢谢在欢迎医员还有林品阳主任 来到我们受奉分医院给我们医务同工 这么棒的营养补给品给我们鼓励跟照顾 相信我们在临床上有你们的一个支持 我觉得我们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而且我们也很开心有这样的一个赠送的一个营养品 然后让我们一线的护理同工感受到社会的一个关怀跟爱 服务处主任林品阳表示 医护人员是防疫的重要守护者 这一次募集30人一星期的灌装营养品 可以方便医护人员在休息之余补充营养体力 才能够为相亲健康来守护 那我们也准备30人份 那将近一个礼拜的这个营养物资 那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医护人员以及志工 让他们在中途休息时间 也能够马上冲击 让自己身体能够更有体力 也能够提供我们相亲更好的一个服务 那在这之中也福利我们各位三星人士 也能够一起来共同响应 那一起来给我们医护人员以及志工加油打气 让我们的医护人员更有动力 为我们相亲来服务 门诺医院寿风飞院护理人员 也相当感谢县议员张怀文的关心 让医护人员感受到社会大众的关心与鼓励 记者林杰 双风箱采访报道